她是憨厚老师的健身教练 27岁了却一直没有谈过恋爱 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在等什么吗 在等有灵魂的吧 遇见感情经历同样一片空白的乖乖女 大学期间也就是和姐妹一起吃喝玩乐 也没有谈过恋爱 亲密互动过后 却为何遭遇女嘉宾的质疑 感觉她这个人有点太老实了 情商有那么一点点的低对于我来说感觉 亲友团的一番话 又能否流转现场的不利局面 不出烟不喝酒不打牌 工作又很踏实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那种坎哥 现场突然出现的神秘男人 究竟是谁 她又为何向男嘉宾发起挑战 最终男嘉宾的一系列表现 能否打消女嘉宾的疑惑 跟她成功牵手呢 如果我们两个交流好的话 这个菜以后都是我包的 凡人游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 我来等你 请靠中曲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乡亲特派员舒汉 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男嘉宾 我们的男嘉宾呢 27岁了 至今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但是从我对他的了解看来 我们这个男生呢 又有厨师资格证 同时啊 也有就是也是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 自己的身材啊 保持得非常好 外观看起来是特别阳光 和那个帅气的一个男孩子 那你说这些都是他的加分项 为什么迟迟没有谈过恋爱呢 我也纳了闷奇了怪了 这样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他 我们观众朋友们 也一起来看看 到底男嘉宾这个问题 是出在哪里 大家好 我是阿洛斯瓦辛格的粉丝夏宝明 本期交友男嘉宾姓名夏宝明 年龄27岁 身高1米70 职业健身教练 月收入7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好 我叫夏宝明 今年27岁 身高170 目前做一名健身教练 月收入7000 健身是我的工作 同时也是我的爱好 在做健身的同时也是很自律 所以同时也更多注重饮食 以及生活 所以就不抽烟不喝酒 除了健身 我还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夏宝煮饭 同时还有一个厨师症 男嘉宾生活健康无恶习 外形也不赖 按理说应该很受女生青睐 那为何他却从未有过情感经历呢 来小萱啊 好 这儿 立定 喘着气 知道我们来了 所以快步跑下来的是吗 是的 那其实我今天最重要的就想问一个问题 也是帮观众朋友们问的 为什么27岁了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在等什么吗 还是在 在等有灵魂的吧 我不信 我们的话因为平常健身的话更多把时间交给了会员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我的话性格的话可能有点偏内向吧 就是可能遇见那种喜欢的女孩子不敢去开口吧 如果遇见到去追的话可能也最多追个三次 那为什么只有三次不能再多给一些机会呢 我可能觉得如果三次都没有回应的话我觉得追都没有必要了 还有的话可能就是由于这个身边朋友啊可能结婚然后又离婚然后分手然后又又这种情况下让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去谈恋爱吧 我们都听到了刚刚你所说的这三点我觉得还是不够自信 对于自己的这个情感需求甚至是自己内心还不是太明白 恋爱能够给你带来什么 婚姻和家庭能够给你带来什么 可能还没有这块想得太清楚 你自己需要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的 对啊 那需要就得有胆量 有勇气去尝试 对不对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但是至少你要有跨出这一步的勇气和行动 如果这个都没有你永远离那个幸福就有很大的距离了 看来男嘉宾一直没谈过恋爱的原因还是自己不够主动啊 那他眼中理想的另一半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对这个另一半的要求的话身高的话跟我差不多就行了 我是170 然后的话女孩子16级就差不多了 然后的话女孩子的性格的话可能务实一点就行了 能跟我一样喜欢健身 有运动的兴趣 这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才能更好的一起去维之 目标去努力 因为我目前年龄的话已经27了 我肯定一直想找一个安心过日子还有居家的女孩子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身高在1米60以上 个性务实 喜欢健身 2 安心过日子 居家 我那回男嘉宾27岁是个健身教练 即使我这些也是多发大 但是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我都不晓得这种的话 给他找个那样子的女儿比较合适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两个可能 就是说你要不然呢 就给他找一个情感经历比较丰富的 然后都带到他呀 都是看看哪个耍朋友 然后在生活当中可能他们两个的互动感 都是由女房来做主导 另外一种可能性都给他找一个同样都是 也没他的情感经历 然后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小伯娘的感觉 探索着然后去找朋友 对他对他对他 但是如果说那个女儿也没有成年 那个男的也没有成年 他们两个在相处中的话 会不会都感觉有点枯燥 或者两个都不晓得那么办 在现场会不会都尬起了 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 因为男嘉宾本身他都是健身教练嘛 然后他有他过那个特长 就是如果说你相信的话 把妹妹也带到去健身方式 然后他们两个人会有一些资地上的互动 也会暂时男嘉宾的一个集论嘛 看看他那种手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达到一个 他们两个的起伙点的 一番讨论过后 本期编导也确定了寻找女嘉宾的方向 最终他会挑选出怎样的一位女嘉宾 跟男嘉宾相亲约会呢 大家好 我叫王湘 今年23岁 现在从事的是文秘工作 现在呢约收入有5000 身高是1米65 我的老家呢是在四川 因为我是在重庆读的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在重庆工作 大学期间呢也就是和姐妹一起 吃喝玩乐也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现在就想在重庆找一个男朋友 本期编导女嘉宾姓名王湘 年龄23岁 身高1米65 职业文秘 月收入5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平常呢爱好就是写作 我平常写作呢就是写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 以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等等 来抒发我自己类心的情感 然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呢也没有运动 最激烈的运动呢就是打乒乓球 当然如果有人可以带动我的话 我也是可以一起运动的 我平常是比较喜欢写作一些反文之类的 所以我对爱情呢也有一定的幻想 就比如说我在操场散步的时候 跟我的姐妹一起散步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在操场上打着篮球 那些阳光照在他的眉眼上 然后突然看上我的时候 我跟他有一定的那种对视感觉 就这种感觉让我有了对爱情的一定冲击力 当然呢幻想也是幻想 回归现实呢我找对象的一些择偶标准了 也是比较接地气了 年龄上呢最多不能超过五岁 二十八岁以内我都是能够接受的 然后身高呢最好是一米七以上 希望他呢在这段关系当中呢 能够比较主动一点 最好呢性格上呢是比较能够开放一点的 然后住房这些呢都无所谓 我们都可以一起共同奋斗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年龄在23至28岁之间 身高一米七零以上 二 性格开朗 可以接受没有住房 综合来看 男女嘉宾情感经历都是一张白纸 年龄和身高也都符合对方的要求 体配指数80% 今天两人的相亲约会能否迸发出爱的火花呢 有请女嘉宾以及亲友团 两位好 来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看到旁边的这位男生好眼熟 小李 是不是 来过我们两次节目了 那今天怎么又来到节目里面 我姐姐也在重新工作一年多了 现在也没有对象 我就想着把她来介绍到你们栏目来 到我们节目来相亲 想让她在重庆稳定下来有人陪 这个意思 想对姐姐说点什么 想对姐姐说的话就是 既然来这个栏目 就应该先享受过程 先不要在乎结果 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 先让自己完全投入到 我们今天的相亲过程当中 是吧 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我相信别人也能 以真实的面目来面对你 这是很中肯的一个建议 那其实我刚刚有看你的个人采访 知道了你特别希望有一段 比如说在运动场 跟一个帅气阳光的男生 一段美丽的邂逅 喜欢运动的男士 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地安排了 在男嘉宾工作的地点 你们一会儿见面 这样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男嘉宾在自己的工作环境当中 那个运动时候 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足不足够来吸引到你 好的 好吗 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跟姐姐说一下 就是不管男嘉宾是外表是怎么样 要先去多了解一下 对方的内在这些品质这些 来看看生活上的工作中的一些细节 好来 就在前面 我们一起过去 我们应该到了 看到这里的布置 以及门口这么大的一个雕塑 能是力量的展现 就感觉我们已经到了 像这种特别有肌肉的这种男士喜欢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太夸张了 夸张了一些 男人长得如何呀 身材怎么样啊 我们先通过弟弟来说一下 弟弟完全是看见的 身材十分肥物 特别的有力量 感觉就是很有力量的男生 是不是 让人很有安全感 是的 而且我现在看到我们的男嘉宾 应该是刚健身完 有点充血的状态 那个肌肉 是不是 你建议女嘉宾现在用她的这个手来触碰一下 你刚刚锻炼过的肌肉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想不想去那个跟男嘉宾再近距离接触一点点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看看男嘉宾今天训练的成果 以及体会一下她的这个身材状况怎么样 好不好 感受到了 不好意思 使劲去感受 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妹妹还是很害羞 很客气地就点了两下 但是我相信就这两下应该是有感觉的 是什么 触碰上去什么感觉 感觉还是比较有劲的 有劲 对 与刚刚外面的那个雕塑相比的话 这个符合你之前的一个标准吗 那个雕塑那个她说她破了 但像我们男嘉宾这个呢 还是有一点符合 还是有一点符合 我从这个笑容当中感受到满是期待了 想不想看看真实的男嘉宾长什么样 她的肌肉到底有什么样呢 我还是蛮想看的 从这个语气就听出来了一些期待 好 这样吧 我们男嘉宾也做一个 你觉得自己最帅气最能展现你力量的一个造型一个pose 然后我们期待女嘉宾跟你的第一次见面好不好 我数三二一你也准备好 女嘉宾来把眼罩揭开好吗 好 来准备两位 三 三 二 一 张眼罩 其实现在搞得男嘉宾挺紧张的 我要走到买最帅的pose 来给女嘉宾递一个好的印象是不是 刚刚男嘉宾的自我介绍 不知道不知道女嘉宾有没有听到 听到了 听到了 来我们女嘉宾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王湘 今年23岁 然后现在是在重庆工作了一年 什么感觉 刚刚女嘉宾触碰到你的肌肉的时候 感觉的话就是 摸了一下就走了的感觉 摸一下就走了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相信接下来 两个人还有更多的优秀的一面 要展示给对方 是不是 那男嘉宾接下来怎么安排一下呢 要不我们今天带女嘉宾教学一下吧 见面之后 男女嘉宾都有些害羞放不开 为了打开局面增进了解 男嘉宾也是邀请女嘉宾 体验一下健身房的健身器材 这能更加拉近两人的距离吗 欢迎游戏 男可能会点男 但我 做好 哎 是吧前送你 5秒 还是有一点 什么感觉 我觉得对手臂的力量 要求太大了 但是我也观察到了 其实刚刚有两个 感觉要上去的感觉 其实男嘉宾在下面 给你支撑着腿 往上拖着 你没有感觉到 感受到了 那样是轻松一点的 他在下面帮助你 是吧 对 自己完成其实很难的 对手臂的要求 真的太大了 拉一点就感觉 这个手臂这里有一点痛 是吧 这痛了 哎呦 天哪 那不能没有基础的话 可能练这个 肌肉会不会有损伤 我关心的是这个 初次接触的话 影响是不大的 那这样吧 我觉得这个稍微 对于女嘉宾来说 有点点难 是不是 对 你这个一来就出难题 居心何在 女嘉宾 我刚才看到你的动作 有点难 我们 你平常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文蜜的工作 那文蜜的话 可能就是 腹按 动作 腹按可能要多一点 可能肩颈会有点不舒服 我们这边的话 带你拉伸一下 带你简单拉伸一下 好 来 这边请 很贴心嘛 这种信息给你简单 女嘉宾你平常在工作中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 就是面对电脑坐久了 然后这块肩颈 这两边就是有一点不舒服 有点僵硬是吧 对 不舒服 好 那这边 我帮你简单放松 拉伸一下 好的 力度怎么样呢 适中 非常可以 我觉得 还是很舒服的 我刚才看了哈 你这个的话 不是很严重 可能来我们这里的话 那个两三个月 就差不多好了 那我过来找你是要办卡吗 这个意思 肯定要办卡呀 那有优惠吗这样 那这个肯定要看 我们这个店里的优惠 对啊 有优惠就有啊 那今天那个晚餐 会不会也要收费吧 免费的 免费的 好的 好的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 我的肩膀已经疏通了 这男嘉宾现在去换衣服呢 我想了解一下 对于男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第一印象就是 当我摘下眼罩的时候 我觉得身高好像没有很高 就是跟我都差不多高了 看着 当然我自己呢 也不是一个特别注重外调的人 那综合来看啊 给男嘉宾打个分 如果十分为满分 给多少分 我觉得 在我个人看来 及格分六七分吧 刚好六七分啊 对 那看来这个第一印象 没有想象的这么好 我们今天设计完了之后 也没有带来很特别的感觉 主要是揭开眼罩的那一刻 有一点点失望吗 就感觉身高不是和我的理想吧 那他整个体型呢 包括展示的肌肉这一块 这些还是蛮符合的 这些还可以 对 然后但是我有一个小细节 要吐槽一下 他主动给我按肩膀的时候 我问他要不要收费吗 我就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他就说要收费 然后收费我说有优惠呢 他说还要看店里面的活动 我觉得这样的话 感觉他这个人 有点太老实了 就是 他真的这么回答 对 经商有那么一点点的低 对于我来说感觉 是听起来这样的回答 让人觉得 如果真的作为男女朋友 或者说要想相处下去的话 不应该是这种答案 是不是 对 那其实呢 这也从侧面看出来 男嘉宾应该 还是比较老实和本分 你怎么问 他就怎么样时辰地 来回答你这些问题 那这样 因为我看他的那个同事 也在那边 一直在观察着大家 所以趁他这个时候没在 去同事那里打探一下 他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好不好 来 一番互动过后 我们了解到 女嘉宾对男嘉宾的 第一印象不算太好 觉得他情商不算太高 特派员也是建议女嘉宾 向男嘉宾的同事了解一下 同事对于男嘉宾的评价 能否成功扭转女嘉宾 这不算太好的出印象呢 来 沙哥打扰一下 你好 来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你的好朋友今天来相亲 看你在旁边全程地 都在关注着他们 因为他看到那个 我看到他那个 有跟那个这个女嘉宾嘛 然后现在我不知道 他们后面进展情况怎么样 他刚刚教女嘉宾的 你看第一个引体向上的动作 第二个又是舒展肩颈 觉得对不对 他这样教的 他专业方面完全没问题 而且我们那个 他平时念的也很认真 带学院也很努力 这种 专业非常好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就不了专业 请您毫无保留地 来说一下他这个人怎么样 说起这个人呢 我还是很了解 因为我们都相处 共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这个人呢 性格比较老实 然后工作又很踏实 非常的兢兢业业 我们有的时候 一些工作上都是 他帮我们一下这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那个厨艺非常好 有的时候我们聚餐 聚餐的话 都去他们家里 然后他自己弄一大桌 都他一个人做 对对对 厨艺非常好 而且还可以把健身餐 做得非常好吃的那种 就是健身的养生的 然后日常的 这些大排档的各种都会 对对对 而且基本上就是 我们的那种楷模 不出烟不喝酒 不打牌 什么旧健身 这些都是一些 积极向上的 这个要吹到肩上去 没有没有 这是实话 但是呢就是 他那个有时候 话比较少 不善言辞 不善于表达 但是他就靠行动 来证明自己 行动牌 你说他不善言辞 这一块呢 却是刚刚女嘉宾 切身感受到了 然后女嘉宾 这边有个疑惑 也想问一下你 来 直接吧 就是刚刚在那边 他给我按肩的时候 我就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问他以后来还需要有 就是办卡嘛 他说我当然需要办卡了 而且我说办卡有没有优惠 他说还得看店里的这个活动 我就觉得他的情商有一点低 就是说话可能不善言辞 那他在平时生活当中 也是这样的吗 这个可能就是 我觉得是他 就是这个工作 使他这种 对对对 完全可能这么一下 没有转换过来 是一个这里很好的员工 对对对 还在想着 要收你的钱 要是真的成为女朋友了 这个钱能收吗 那肯定不能 那你觉得他这个回答给多少分 这个回答怎么样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100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值得零分 直接是给零分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 还是蛮严重的 你看第一次相亲 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样 那以后如果说两人在一起 你出去吃个饭喝个咖啡 是不是还AA呢 男方的话肯定要主动一点 是吧 这些都是小问题 肯定是男方积极一点 那他平时跟女生接触多吗 包括这里的女学员 女学员的话也有 也有 但是男同学 男学员要多一些 因为他的肌肉很大 大家都喜欢跟他谈恋 那他大方吧 很大方啊 就是我们出去有时候 什么吃点东西 买点什么饮料 都是他给我们买一些 就是很主动地就把钱给付了 就是你说的 跟女嘉宾体会到的是两码事 是吗 对 他现在感觉到的不是 那好 接下来 其实我特别想请你出马了 就把刚刚女嘉宾的 对于他的这个质疑 他的这个顾虑 转述给他 因为如果说女生 去跟他讲的话 肯定不好意思 这个包在我们身上 要你们去跟他这个事情 说透一点 他的问题在哪儿 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样跟女生进行沟通 和回答女生的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对 好 同时你去探听一下 他对女嘉宾这边的第一印象 就是怎么样 可以 好不好 全包在你身上了 问题 OK 兄弟 刚刚我了解了那个 这个女嘉宾的一个情况 你说的太直了 你这种肯定要委婉的 而且你要把你身上提高一点 如果你觉得不晓得怎么说 你都可以少说多做 你平时有的时候 不实际在我们看的 是吧 女生你肯定是要 想一些小的技巧 然后一些终结一下你的语言 然后慢慢的把它给调节一下你们的一个气氛 可能是第一次紧张了吧 有点紧张是吧 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是吧 我们天天接触了 不都回了 还有就是你对女嘉宾的那个影响怎么样 啊 影响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 是你喜欢的那些吗 啊 算是吧 还可以在以后好好发展一下 还有都是白哥刚刚跟我说 你在白哥监禁的时候 你应该要收白哥肺一样 我 我说了吗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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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种的话白哥你可以就是 你就说没事 体验是吧 你不存在的这种天天说 我没喊他交费啊 我喊他办卡的嘛 但是我的时候呢 你不一定 非得提这个什么办卡收费那些 你就说你来连都收费 你先把人轮过来 然后慢慢地接触的 这种 你说什么办卡这些 太小气了 经过了一番播折之后 男女嘉宾终于能够坐下来 深入沟通了解了 他们能从彼此身上 发现新的闪光点 从而感情升温吗 小红啊 刚才我给你讲那个收费啊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职业习惯 其实如果你来我们的职业习惯 肯定是免费的 好的 我知道我也知道 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内向的人 你平常的性格是怎样的呢 我的话其实 如果跟客户了其实还好 就是说针对的话 女孩子吧 因为很少去谈过恋爱 甚至可能没有谈过恋爱吧 因为我自己的性格也比较内向 所以我想找一个 就是比较外向的能够带动我 然后两个人一起 在一起才会有那么积极的感觉 其实我的话 其实不是内向 只是说如果熟悉了 见到面久了 其实我也是一个外向的人 女嘉宾想找个人来带动她 然后她可能觉得我带动不了她 我觉得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小王 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我平常的运动的话 就比较喜欢打乒乓球 像一些比较文雅的兴趣爱好的话 就是写作 写一些散文之类的 那这个爱好是挺独特的 我的话 其实更多是偏向于运动型的 我平常喜欢各类的运动 球类的运动 羽毛球 篮球 乒乓球 健身 反正各种各样的运动我都喜欢 我平常是比较很少运动健身之类的 就是做办公室做的有一点久 那没关系啊 我比较喜欢运动的话 我可以带动你去运动的 如果有人带我的话 我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小王 如果相亲成功了以后 你来我们健身房 我肯定是免费带你运动做VIP会员 我现在的工作的话 目前是做健身教练 做健身教练的话 我肯定想沉淀两年 然后挣点钱 以后开一个小点的餐馆 因为毕竟我也喜欢炒菜的 你想开一个餐馆 我之前听说过你好像厨艺比较好 你是有学过什么吗 是的 是的 我18岁的时候 然后去当兵 然后当兵完了之后 然后出来学的这一个 然后顺带考了一个职业证 然后平常的一些家常菜 家常小炒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做菜很厉害的话 以后什么煮饭 以后都是我包的 未来的女朋友只负责吃 负责买就行了 女嘉宾说她不会家煮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我的强项 是完全没问题的 看得出来 男嘉宾对女嘉宾是很有好感的 聊天过程中也是极度地迎合女嘉宾 接下来她更是直接问到了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那小王那你对这个男朋友有什么一个要求呢 其实一开始呢我对她的外在要求没有太大的要求 就是希望能高一点 然后穿搭好一点 然后就是能吃苦 然后积极向上一点就行 然后对我好就要是 身高的话可能是我这个一个短板吧 但是如果是力量的话 我肯定是能够够好的去保护你的 然后是安全感满满的 这个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说想找一个对你好的男朋友 那是指哪哪些方面呢 就生活上很小的一些细节吧 就比如说可以帮我分担一些家务啊 还可以就是能够理解我的一些工作等等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的 分担家务的话 我觉得是两个人应该住的 然后还有这个 做一些利所能及的事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的话 女嘉宾还是很符合我找女朋友的要求 如果要让我给她打分的话 打9分 我们女嘉宾呢 跟男嘉宾又是进行了一番了解了 那此刻对男嘉宾的这个印象 有一些改观都没有 还是有那么一点改观的 因为通过刚刚的一些亲友团的 跟我的讲的话 还有刚刚聊的天呢 我知道呢 她是一个比较有上进心 第一个是比较有上进心 吃苦赖挠 第二个呢就是 我不会做饭 她会做饭 觉得很加分啊 对的对的 然后之前呢是打的6分 就是通过现在这些的一些了解呢 我觉得可以加个1分吧 就加1分呢 刚刚亲友团呢 说她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这一点是让我比较欣赏的 那这个要不要再加1分 这个也可以再加1分 好 那现在基本上是达到了8分了 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 对 还有什么想法 还有呢就是 关于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就是她的身高 还是有那么一点不足 就是跟我看起来就差不多高 就是通过这番了解之后呢 看到了她的优点 同时内心还是有很多纠结的地方 对 旁观者来我们的弟弟 一直在旁边默默地观察他们 你觉得呢 分析下姐姐的想法 还有你自己的想法 来 姐姐 我觉得嘛 男人嘛 不能光靠身高来 很安全感那些 这个毕竟还是当我兵的 有正能量啊 力量感也很足够的 那我想问一下二位 今天男嘉宾 有没有给到你们安全感 李嘉宾这边 有感觉到 就是从她说的当兵 那一方面 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了 那么一点安全感的 一点点 对 还没有感觉全吧 可能是两个人在这方面 他去体现这个安全感的事 也太少了 今天一天的时间 确实不够 那弟弟有没有看到呢 看吧 他有不抽烟 有不喝酒那些 肯定也是不得出开乱来的那种 也是听到是粉粉的 那你想哪方面去看到 他怎么样体现能保护你姐 今天怎么样来考验他 看看 今天我先来了 那我们就来一场 男人之间的对决吧 你想怎么样 现场厮杀 打一架 掰手腕什么的 掰手腕嘛 那你要知道 他是练这个健身的哦 我要保护 八十多公斤的人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比眼 其实我那些 为你捏把汗 有点疑乱居实啊 姐姐怎么看 弟弟想要亲自上阵 帮你考验男嘉宾这一块 我也很期待 这一场PK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 共同见证一下 身高有优势的 我们的亲友团 还有我们现在正式 健身教练的男嘉宾 到底谁能够最后 取得这个力量上的胜利 嘿 大哥 大哥 兄弟 我挑战你 大哥 挑战啥做 我们来比拼一下力量 力量 力量是我的强项啊 要挑战哪个 在我摆手腕 我姐姐来 想找一个人保护她的 如果你跟我PK说的话 那你整所有努力都别打了 来 姐姐走啊 走 这是一场为女嘉宾 专门展开的 这个两个男人之间的角逐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 亲自给我来看看 你们先不要慌慌什么 先把劲儿给鼓足了 我们先来预判一下 谁会胜利 感觉他应该会是 男嘉宾会胜利 为什么啊 因为他还是毕竟常年健身嘛 弟弟听到没有 姐姐这个 但是我也相信我 最后到底情况怎么样 我说三二一两位正式开始 这样女嘉宾来就要开始吧 好吗 三二一开始 小孩子这个力气还是有点大哦 那肯定是吧 这个时候到底男嘉宾该不该放水啊 一个又是弟弟 还有这种关系 另外一次呢 也要证明自己 现在小夏是左右为难 然后弟弟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你这个刚刚放出横画 一米八零的大高个儿 女嘉宾要不要偷镜看一遍我们两个 加油看看谁 累不累 此刻男嘉宾也喘着粗气 我们的亲友团这边呢也是涨红了脸 怎么样感觉如何是对心腹口腹吗 心腹口腹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那我感觉你还是非常使劲和尽力的 尽力了 已经尽力了 扮完手劲之后对姐姐享受点啥 想说男嘉宾的力量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足够来保护你 对 是不是 对 好 我们男嘉宾这边刚刚是在这个跟弟弟对决当中 心里想的是什么 心里想的就是赢 争取到赢的最后机会才有可能 接下来跟女嘉宾进一步结束是不是 是的 是的 满身的信念我们感受到了 比我之前认识你的时候今天上午啊有个很大的改观 现在 是啊 自己主动在征求进步争取机会 非常棒 那么女嘉宾看完之后两个人的这段PK 心里什么感觉 感觉两个人都是很强的 然后男嘉宾这边还是很有力量的 还是在努力的去争取 我想知道刚刚男嘉宾其实今天我也说了嘛 有一些改观了 还没有什么滚身解数想要使一下的 去展现你个人的这种魅力和优点的 有没有 有啊 小王你要等我十分钟哦 不要走 男嘉宾刚刚突然就离开现场了 还让你一定要等着他回来 想一下猜测一下他会去干什么 我就很好奇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 就是他之前说他厨艺很好 我就是想可不可能就是关于去 就是做厨艺这方面的事情 正好也到饭点了是吗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对有一点点饿 有一点点饿了 那到底男嘉宾去干什么了 现在天色渐晚到底我们还要等多久 看看一点男嘉宾的这个身影都没有 力量对决取胜之后 男嘉宾是信心大振 只留下一句 等我十分钟就跑离了现场 他这是要准备怎样的神秘惊喜呢 他的这一举动 能否让他在最后的选择环节抱得美人归呢 好 好了 听到脚步声了 跑回来的 跑出去跑回来 手上真的淋东西了 快快快过来呀 我刚才不是听那个女嘉宾吗 她说这个不擅长煮饭吗 我专门去这个我们厕房 然后去单独炒了一份家常小炒菜 对对对 去感受 让她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诚意 毕竟光说不定假宝 你说是不是 确实也是 我们就担心这样 结果你还真的不错 可以看得出来 她真的很赶时间 你看油都洒出来了 那现在展示一下炒的是什么 我们是炒的是 亲家炒肉丝 我给你打开一点点 大家没有闻到 隔着屏幕 真的很香 这种家常菜很下饭的 男嘉宾做这个 我还是蛮意外的 我想起我的咽口水 还是蛮感动的 就是没想到他会真的去 就是做一道菜出来 其实刚刚你有猜测到 刚刚女嘉宾有猜测 我在让他猜你是干什么了 他说你可能会去做一道菜 因为此刻他真的是饿了 对的 对的 我也看我们 也跟他聊这么久 确实也感觉到饿 所以说我们要表达出 自己的一个诚意 但是现在还不能吃 虽然饿 其实我也闻着 越闻越饿这个味道 但是女嘉宾还吃不到 因为这个心意 我觉得 如果是一般人 肯定是不会呈现给他的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呈现出来的厨艺 应该是给到自己 比较心仪的那个人 是吧 那这样我再给男嘉宾 一点点时间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赶紧一块说出来 小忙了 然后这个 确实做这个菜要不到多久 然后的话 做的时间不长 但是也代表了我心意 但是以后这个菜 可能如果我们两个交流好的话 这个菜以后都是我包了 什么家常菜都是我来做 家务活都是你做 对 是的 我来做 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 比一些甜言蜜语更实在 好 那女嘉宾想尝尝这菜吗 闻这怎么样 喜不喜欢这道菜 还是很喜欢的 我平时点外卖 也就是特别喜欢点这道菜 因为它也很好吃 是吗 男嘉宾真会做 这个心思也挖准了的 我估计今天很有可能 但不知道最后女嘉宾如何选择 这样先把筷子交在你的手里 好的 好不好 如果选择牵手成功 就尝尝男嘉宾的心意 如果牵手不成功的话 咱们就选择饿肚子 好不好 好 三二一之后 给我你最后的选择 它是一个比较有上进心 吃苦耐挠 我平时点外卖 也就是特别喜欢点这道菜 因为它也很好吃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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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是很好吃的 男嘉宾此刻是又紧张又开心 是吗 对 来 靠近一点 他竟然吃了你的表示签是成功了 你再开心一下 哈哈 味道如何 味道还是很好的 味道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选择吃它呢 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男嘉宾今天也很诚恳也很老实 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被他感动了 看到了男嘉宾优质的一面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性格上还是有缺陷的 就是还有身高啊这些 还在建议身高 所以以后多从你的力量上面去展示 好 所以还是有 其实女嘉宾那些还是有一些顾虑 不过没关系 跟男嘉宾说清楚了 我觉得这样很好 你也知道问题在哪儿 接下来两个人要从哪些方面开始去磨合 去更多的了解 好不好 好 不管怎么样 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 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祝贺两位 好 我们的男女嘉宾正在分享他们的晚餐 他们吃的这个粮食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精神食粮 今天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我们女嘉宾对男嘉宾最开始的印象分 只有六分 但通过男嘉宾的不断的努力和真诚的改变 让女嘉宾对她的印象分 提高到了八分 最后牵手成功 也拥有了一次可以跟女嘉宾相处的机会 那么借此呢 我也想提醒一下 我们电视机前 即将来参加凡人游喜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想在节目里面 追求到自己的另一半的话 也要如此用心的真诚的去表达和表现自己 那么我相信最后呢 是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参加凡人游喜 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同时呢 你也可以到龙虎新一城二楼 凡人游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进行报名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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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